大家好 我这一季影片要来教大家 懒雀尾的左右彭驴脊岸 彭驴脊岸是正直三十七太极拳里面 非常基本的一个招式 这个就是彭驴脊岸 我们在三十七七里面 其实会做过很多次的彭驴脊岸 这个彭驴脊岸在三十七七里面 其实我们只有往左边的方向 在做彭驴脊岸 比如说我们在做右棚 这是右棚 彭驴脊岸 这是我们朝我们的左边 在做彭驴脊岸 在我们三十七七里面 其实并没有朝右边的方向 在做彭驴脊岸的动作 但在整个阳式太极拳里面 其实左右的方向都有彭驴脊岸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 就来教大家左右的彭驴脊岸 这个左右的彭驴脊岸 也是我在我的教练场里面 我们在尊卵 这时候都会练习这个左右彭驴脊岸 好那么先做正常 大家比较熟悉的 左边的彭驴脊岸 这个是彭驴脊岸 按完之后 我们后退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朝我的右边 这等于是一个反手的一个方向 按完之后 身体朝我右边 一样是做彭驴脊岸的动作 这是左边的彭驴脊岸 右边的彭驴脊岸 在做的时候可以左右两边算是一下 然后可以总共做个二十下左右 这是我在做暖身的时候 我们就是做这种左右的彭驴脊岸 总共做二十下 左边一次 右边一次 这就是算神一下 做完了右脚在前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换脚 左脚换在前面 一样同时我们在做这个左右的彭驴脊岸 左右都是做一次 然后算说一下 然后可以全部再做个二十下 这个就是右边的彭驴脊岸 这时候就是比较顺手的方向 因为我们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这个就是比较开胯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在做一个反向的彭驴脊岸 所以它的技巧其实也没有特别 当你学会了彭驴脊岸之后 基本上只是帮你身体反过来 去做它的彭驴脊岸 但是大部分在我们练习整个正子三一天 太极圈里面 其实我们并没有做另外一个方向的彭驴脊岸 所以透过我们这样子做左右彭驴脊岸 你就可以学会这整套完整 其实本来就是应该有左右所谓的彭驴脊岸 我们今天这集影片就示范了左右的彭驴脊岸 我相信这个动作可能大家以前没有看我们的影片不知道 其实这所有的动作你通通都会 因为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彭驴脊岸 只是你把它反到另外一个方向来做 然后你会交叉前后脚去做 我们今天这集影片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